在人在囚困的时代当中 囚困那时候是全部普遍的囚困 所以富裕的 就是说比较富裕的 所谓的富裕就是世界现在的中产阶级而已 然后非常非常的少 那你在这个关卡的时候 你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往前走 还是回家坚定在你的原地 那你要往前走的话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为那个门非常在 那大概只有10%的人能够考上大学 只是考上而已 不是说哪个理想的学校 是考到一个好的学校这样的话 考到一个学校而已 都要大概有90% 或者是80%都要被刷掉 一个学校都没有 那可能是其他地方 然后大学一下的地方去考虑 所以你知道当下你就会梦骗你到个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要做哪个选择 只有这两个而已 没有其他的 不像你们现在有 你像五宝村都还能够做什么面包可以转出个天下来 那你那个时候几乎不太会有这些情况 所以我想那个动力很简单 这个啤酒有时候是变成一个很往前走的最高动力 不相信你去大陆看一下就这个样子 是啊 你看大陆这些学生怎么样的拼命 他们就是不满意目前这样的情况 当然大陆现在的富裕情况 可能比我们那时候还要好很多很多 但是他们那时候 但是他们竞争也是很激烈 所以跟我们那时候的情况在不相上下 你要看看我们 你去大陆看现在早上有什么早上 在校园里面在读书啊 背书什么东西 那就是我们之前中学时候的情况 大学的时候 可能会有人在学校校园里面背书的很少 没那么多 那大学以下去大陆看来是 学校里本人在背英文单是什么的那种 那我们高中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进步 嗯 那就是我知道很多就是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 我就很好奇说 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嘛 就是也是老师这一辈左右 就是例如说他家中长纸 他考上了学校 他考上很好的大学 结果导致他弟弟妹妹就不能读书 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嘛 嗯 那我说老师你们家 你爸妈是支持你去读书吗 哦 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 当时我很没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有四个小孩 不是一直老大 嗯 所以经济情况来讲的话呢 也不是那个 我记得每次到 可以看到当时候大部分就是要在缴学会的时候 嗯 就会碰到困难 因为付不出学费的那种难 我记得这样的情况 当时到时候不知道嘛 现在回去看到很多什么 很多什么那个电视剧啊 什么电影啊 什么东西有这些描述 还发现当时作物部 我见了现实这些情况 他们到每次要到缴学会的时候 就到处去借钱啊 然后去借贷啊 跟朋友什么 或是有人标会啊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情况在台湾其实是蛮普遍的 嗯 那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这些情况 我还感受到蛮明显 上了大学之后 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 是经过很多朋友的一个帮助 那学费也 过来出来很贵 很多同学的帮助 后来 后来我都大学之后 因为大学之后到台大去了 那家里做台北 做为不用钱人们 那么是剩下吃的问题 那我自己工作 那我自己到时候有些工资 我自己打工 所以我自己从大二开始 一直到博士班毕业 都是靠自己赚钱 所以也没有用过交易的钱 那这就是很辛苦 也不需要 后来我最近这几年 跟我大学同学联系一下 那么尤其是台大的一些同学 我们看一下 很多人不止我这样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自己在外面 先家教啊 打官啊 有些人到报社里面 去到出版社 然后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 还是跟刚刚一样 当你在困境的时候当中 贫困的时候 有的时候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 在我们前面 所以在东海的时候我也有用工作过 东海我觉得很不错是 它有劳作 然后做有两种嘛 一种是必须要去 所以这种是可以有公识的 有公识的 那我在东海里面 我也有做过在图书馆里面 整理书啊什么的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书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整理书 那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就是路上 我运动的时候 是一个建筑系退休教授的时候 他以前也是 在图书馆里面工作 去整理书专题 我看我下次 我记得我接触一下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 有一位 我们的校友 很接触的校友 他在大姐当中来讲 就是在校门口做校警察 那后来不是算是捐了一百万给我们学校吗 是吗 或者很感念在东海 所以东海对一些 比较有经济需要的人来讲 他们都列为很优先的考量 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情况 这个东西当然也影响到我 为什么后来这三十年 都把这个信力都放在东海 跟这个 跟对东海这个好的印象 是有关系的 我记得除了那时候在图书馆里面工作 就是后来我也自己在东海的周边 他有时候要整理学校校园周边的地方 那也会有一些工作 这个东西我们也做过 有时候在这个 第二校学群的地方 跟那个工业交接触的地方 那时候竹林很多 那我们在那边也有整理过 其实虽然不多 但是至少吃饭不会是问题 所以这个学校里面的这种 精神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都很大学 是 就是在 您在东海就学的时期 然后有什么契机使您称为 大学老师 继续深入历史学读 我觉得东海大学的这个本科 大学部的这个训练 应该是非常强 我觉得是非常强 大概我回忆起来讲 那么就是说老师的教育的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是非常强 因为大一的时候 因为大一的时候 我的那个中国老师 中国通手的老师齐乐童 嗯 他真的是很会很会讲 非常非常专心 每天早上 因为他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以前一个礼拜就要教 上四次的样子 那 那么都在一大早去找 然后上课 嗯 那 他非常认真 把该要的知识都告诉你 同时还要训练 怎样做笔记啊 摘要等等 这个是 当然是 我 我一开始在 中国通手方面 打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嗯 在那个时候 西洋史的话 梁耀少任教授呢 他也 也 教得很细 而且你必须要开用通文书 再上课 嗯 那你被迫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 读远点 嗯 那 唯一的这个字看 当然这个英文难度很高 啊 但是 这样下来的话呢 全移默化 这样下来 嗯 中国通手跟现场通手 更激烦会的话 嗯 再加上英文的一些基础 我想 这个应该是 嗯 满门基本的一些东西 嗯 那 所以老师就是 受 嗯 嗯 受其乐统先生 跟杨少任先生 影响最大吗 对 因为当时 大约就是这个课 嗯 其他的话 没有什么检修课 嗯 嗯 其他的话 就是通识 通识是天文学 天文学 我好像补考 是喔 嘿嘿 我记得很好 是要补考 嗯 因为天文学 那时候 大家在想说 这个 通识 通识 通识课 然后 就天文有什么概念 那当时我觉得 因为历史系嘛 就是历史系 当然都读历史系的东西 文方老师也说 那时候 如果读电文学 搞了 那个头会拧花 嗯 那时候不像 如果现在你们用YouTube 看 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嗯 当时就是用知识 用背硬背的东西 事实上天文是要看的东西啊 是啊 不是硬背啊 那因为他 课程 那时候没有带外观看 如果老师说 在我晚上 然后来看 拽了很好时间来看星星 或者是像有一些 影像东西来看 嗯 我相信那时候 应该会有 很大的一个兴趣 嗯 所以这一点 那当时是有些限制 嗯 如果现在在上天文学的话 我想像 我自己的教天文学 我应该会把他教得很有意思 让同学会很有意思 所以很有兴趣 那当时应该还是 那是比较贫困的关系 嗯 没办法做到那么好 那就交这个选老师 是其他系的吗 对 他不是 不是我们的理事 不是文学院 嗯 同事 我记得印象 只有这次沾满课而已 嗯 中东西通 然后这个 这个 哦 还有一些 政治课 嗯 那时候什么三民主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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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